大家如果仔细地看732号的一个解释呢 有很多的内涵在里头 我直接从解释文来切入 刚才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把它highlight出来的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就是整个的真结点 就是这个大众捷运法 所谓的捷运法 它有不同时间 77年跟9 民国77年跟90年的一个修正 那主要就是在原一案件当时候呢 我们对于这个征收 对了这个避邻的一个区域来做征收 那这件事情引发这个大法官 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解释是违宪 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立法论当中 尤其是立法目的论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这一块就是所谓的违宪的一个来由 我们可以看到 所引用的是立法院的秘书处 编印的这个资料 看到说这个新办 这个交通事业 就大众捷运 要去征收这个避邻土地的一个开发 其实它是有目的的 它的目的是比较 站在整个所谓的 土地利用的一个提升 或是这个建设费用的一个取得 那么这个部分 当然在财产权的一个保障的 一个利润基础之下 我们发现这个部分 经过732号的一个解释当中 可以判断它是危险 那么进一步大家来看到这个段落 这个段落 因为我在文章当中 并没有做外国法的一个比较 第二个我比较侧重在 所谓的土地利用行政的一个 决策当中的一个论述 所以当然这个 与谈人当中 陈教授是在德国法当中 我等一下也会做一些 意见的一个融入来做回应 那这一段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解释文里头 特别提到替代手段的一个 算是一个影子在这边 他提到说 如果要就这个避临土地 有要征收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规定违限 那手段呢 事实上可以另外再做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提到 如果要用宏观的这个目的 来做思考所谓的地用的提升 或者区域的发展 乃至于建设经费的一个提升的时候呢 应该要用其他所谓 更优惠的 更适当的一个方式 包括说所谓的连开 或是所谓的适地重化 还包含了区段征收 以至于其他 所谓侵害较小的方式 来做这个责用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 发展基础之下呢 我也做一点点简单的补充 因为时间真的是很有限 我在刚才的资料当中 应该是有提到 那容许我再做一个 点请 在文章当中的136 应该是100 这个所谓的 36 124到这个136的部分 我们针对 四字大把关732号解释 尤其是针对这个 避临土地的非必要性 那回应到所谓的 土真条例第三条 之二前一个场次当中 也有提到 就是在所谓必要性 跟公益性的一个评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资料是已经出来了 就是我们可以再呼应到 我刚才所要把例题 说清楚的这件事 事实上 土地征收的替代手段 本文当中侧重的是 一般征收以外的替代手段 那么在 不管是一般征收或区段征收 区段征收 本质上也是征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三字二条的这个修正 已经导引出来 在土地征收 这样子土地利用行政的 作为当中 要去做 所谓的这个公益性 或必要性的一个评估报告 那这是一般征收的部分 那么下一页可以看到 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区段征收的部分 那么还可以看到 整个的一个流程表 这个是说明的一个 所谓的补充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七三二号 或者是乃至于像 其他的四字大法官解释的 有关于这个都市更新 我们可以看到 土地征收的这个法规呢 它在自己本身的 这个法规系统里头 我们讲说土地法里面 事实上对实体的要件 亦或是所谓的 地用行政的这个程序 事实上是负资缺辱 因此这件事情呢 就导致我们 在整个土地开发 尤其是在县市合并之后 看到土开 比方以高雄市的地震局 就有土开处 那土开处的话 他势必得要去思考 怎么样去翻转一个 城市的合并 当然这个所谓财政的困境 也导致这些土开的方式 在责用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人的因素 我们看到制度是在那边 都是健全的 不管透过适用或解释 可是呢 在地震人员的这一个 包括虚用土地